这几棵都有被 被人家打断 来到糖铁绿岛 一整排的大树 光秃秃呈现干枯一片 明显死亡 有点像用电钻那种 然后再灌进去 走近一看 树干被钻出好几个大洞 还疑似有毒液残留 另一头更残忍 遭到环状剥皮 看起来是用锯子锯的 它没有完全剥皮 原本完整的树木 出现一条条锯齿痕 液体从中流出 让树干都被染色 以现在外表来看的话 因为外面有残留很多这些 看起来是一些药物 所以它这应该是切割 没有切割很剩 觉得这样就太恶劣了 因为马路上 应该不会返害到任何人 罕见的大规模毒树事件 就发生在彰化糖铁绿岛 15.5公里的路段 沿线至少40棵树木 树叶陆续掉落干枯 当中更有20棵 还疑似被钻洞注毒 在现场财政的部分就是 有用不明的器具 然后割损树木 那有钻孔的部分 那是否有倾到不明液体 或相关的毒物 来影响这树木 影响它的吸收 那还是要由中心大学的 专业人士来厘清 既公共安全的部分 我们会先移除 然后后续再来评估 是不是重新栽种 知名的绿树警官 好端端的也没爱到人 却莫名遭集体毒害 究竟犯案动机为何 警方将调阅 沿线截实器 厘清案情 后续将一刑法 毁损罪移送发办 同时依彰化县 树木自治保育条例 开罚物签至五万元 律师兄 李文华 张华报道